下来快速扫描一组和疫情相关的消息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昨天开始分批回乡庆祝开斋节 槟城理科大学三所院校今天就有超过2700名学生回家 学生们都说非常期待回乡和许久未见的家人团聚 今天早上7点 槟岛总校高渊工程系分校 以及吉兰丹古邦格亮医学分校的学生陆续集合 校方安排了14辆巴士再送学生回校 并且承担所有过路费 至于车游费则是由学生承担 不过也有不少的团体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 协助减轻学生的负担 部分学生则是由父母接送或自己开车回家 所有学生本月15号回到学校之前必须先检测 如果出现症状就要另外隔离观察 不过也有将近3000名学生选择留在学校 以免感染病毒 川普今天公布全国疫情热点名单 敦促民众尽量避免前往热点地区 不过却被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趁机调侃 他在脸书帖文表示 按照国盟政府的数据和科学 当局公布的上百个热点 包括各大商场商店等等 但全都获准继续营业 反而是没有在热点名单中的国会大厦 政府却说疫情严峻非常危险 借此严谊政府始终坚持在紧急状态期间 不召开国会的做法 国内新冠病例高居不下 行动党事部爹国会议员郭肃沁 就建议卫生部向抗疫有成的中国学习 包括使用中药作为其中一项控制病情的策略 他也引述中国国际电视台报道指 中国国家药监局去年已经批准 将金花清感颗粒 莲花清温颗粒胶囊和血毕竟 注射液纳入作为治疗冠病的药品 有关报道也指出 这三种中药已经通过中国当局的临床实验 证明对减缓发烧和新冠肺炎带来的症状有效 国素庆建议卫生部和我国的中医合作 在隔离中心或是新冠医院开始使用中药 一旦证实有效就可以广泛让各地的医院使用 以便早日控制病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